在1939年战争爆发前,德国陆军最基层单位,也就是步兵班,已确定了人员编制,一名士官加上九名士兵。 德国国防军部兵班编制是十个人,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德军在1942年之后,就无法补充千线部队伤亡,因此,实际的班战斗员数量,在五人到六人之间。 1939年战争爆发的时候,在编装表上班长的个人武器是98k步枪,但到了1941年编装表修正,班长的个人武器就改成了MP38冲锋枪。 班长个人协行两个冲锋枪弹弹,每个弹弹中有三个32把子弹的弹夹。 根据编装表,班长是由士官出任,但随着战场上网的扩大,班长逐渐由士官后补,或是上兵出任。 国防军部兵班编制,基本上是一一挺班六机枪为箭制骨盖,而加上相当数量的步枪兵来协助机枪发扬火力。 德军部兵班编制中的机枪射手,G-1N-121,Sharp as the Shooting Man。 携带一挺多用途机枪,早期是MJ-34后期是MJ-42,以及58弹带弹鼓,个人刺猬武器则为一把手枪,早期是P-08,后期是P-38,以及简易的修复工具,备本零件和轻枪工具。 在一般攻击与防御中,机枪射手利用两脚架进行射击,而在运动中也会采用腰射的姿势。 副射手携带四个50发弹鼓,一个300发的弹箱,和两根预备枪管,副射手也携带手枪。 在一般状况下,副射手负责给弹科更换枪管,而当射手无法作战时,副射手就必须担任机枪射击的任务。 步兵5共有6元,其中包括5长1人,每人在腰部弹带中,携带98子弹,每个弹架5发,和2-3枚手榴弹。 总结以上个点,一个标准德国国防军步兵般的火力如下,轻机枪一子弹1150发冲锋枪一子弹22,四发手枪298K步枪7子弹665发,接战时每人加815发,手榴弹18,图片人字网络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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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